记得上一集华为P4070990CPU的底盘断了N条线路 刮完绿油弄平整之后我们开始第二遍的修补 这上面有一条线路是断线的 接下来之后继续飞线打第一个圈 圈的这个位置注意不要过大渗透到我们焊点以外 这样子的话我们直行可能会产生大小点 打完绿油然后我们用紫光灯固化之后 用11号刀片进行清理 这几个点因为有这样的杂质 所以用11号刀片把它刮干净 然后再打下它的组织看是不是断线 在没有确定断线之后 我们加点吸浆 然后度一层吸 让它均匀饱满 这种操作是为了直吸的时候 不易承称大小点 但你如果偷懒的话 可能会造成大小点的情况 这个机制断了非常非常多的线路 非常非常的难修 我们用了5个小时时间 在上一集已经说过了 有很多兄弟问 你为什么不搬一个板顶呢 原因是国产机不像苹果机 有现成的去套件的板底 那很便宜 要买的话就是一个完好的主板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华为P40的完好的主板 是什么样的价钱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套件 给搬到新的主板上面去 成本都已经是一个完好的主板了 这样子客户为了保这个资料 得花的钱 应该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样操作的话 我们把主板修起来 客户只是为了保一个资料 他既省钱了 我也能多赚一点点 OK解释完毕 我们继续 锅花灯锅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拐角的几个隐藏在底下的点 全部给刮出 刮出之后我们看到有一层铜 这样的之后我们就要给它进行度锡了 打上锡浆 然后我们用风枪来浮热 用镊子慢慢的让它聚拢 调来锡浆打到主板上面来 它碰到主板锅本来就是吸散的 然后我们辅热 它这个锡浆会因为设热 会往中间自动聚合 那么这些暗点以及这些点全部要刮出来 来看这一个点 它是到第二层的 这里有一个洞 然后我们不用紧用11号刀片 慢慢刮慢慢刮 这个洞至少到第三层线路 我们从第三层第二层第一层 慢慢往上刮 这样再大一点点 我们就能找到第一层的线路的那个底根 找到对应的底根之后 我们飞线打圈上绿游 线路断线不明朗了 但是有杂质给它覆盖掉了之后了 我们要给它堵一层锡 用同样的方法上锡浆 用风枪辅热 它们会自动聚拢 然后高出来的这个球 我们用11号刀片把它割平整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上绿游之后 我们还是要这样把它割掉的 奶奶会会重复这样的动作 你的眼睛要湿了 这样才可以修它 就补这些点 就已经用了好几个小时时间 最反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补完之后 最后它不好 板底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板底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之间还有断线 那基本上就完蛋了 能看到这里的兄弟 鼓励一下我们追求的匠人精神 点一个赞 可以吗 OK继续补点打圈 接下来之后 我们来盘 靠着左拐角的这个圈 这也是最后一个圈了 在显微镜体下放到14倍之后 我们用眼镜可以观察到 断掉的线路的这些行列 接下来整体涂上绿油 待到绿油全部涂满之后 我们用固化灯固化 大概时间是15秒左右 我们用固化灯固化完成之后呢 继续用刀片 把它全部割平整了 然后再继续观察 刮完之后 一定你用显微镜放到14倍之后 还会发现 还有很多点没有补到位的 刮的时候一定要轻盈 动作要快 知识要帅 11号刀片不要问11号刀片 常常你买的 祖传的 特别挂到圈圈的位置的时候 特别要当心 一定要轻盈 不然挂断了之后 你飞了好多功夫 才飞了一个圈 这样你要重头再来一遍咯 刚才我们11号刀片 挂完第一遍之后 我们清理完成之后 又挂了第二遍 因为还有点高 挂完第二遍之后 我们发现旁边局部漏洞的地方 通通要打绿油再打一遍 把可能漏洞的地方全路覆盖掉 局部的漏洞的地方不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可能会造成连细现象 这样就一定有影响了 第三遍我们继续挂 来发现还有没有其他断点的现象 刚才我们注意到一个洞 没有问题 那个是接地 通过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终于OK 我们现在来把硬盘安装过去 风交分度330 试试铁子轻轻推动一下 有自动规规动作 表示OK 按键完整 放到下面这里 继续观察一下 再打一下 补着这些焊点的对地组织 看是否正常 然后再最终的确认一下 毕竟刚才这么久 如果一装不行的话 那直接就完蛋了 放到果然发现问题 还有一个音效 没有补上 特别这种打锈机 一定一定一定要观察 非常非常非常仔细 就这样旁边的暗点也发现 直接把它给挂出来 再打一下它的组织 发现是个空角 不要紧 接下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圈给打起来 上游游 再用固化灯进行固化 固化完成之后 再把它给割平了 我的祖传11号刀片 已经跟随我5个年头了 我没有更换它 而是每一次我都给它打磨一下 继续 这正是我的祖传11号刀片了 终于观察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现在开始装CPU CPU的第一层SoC核心部分 打一层薄薄的触换膏 风向温度33040 我们先装第一层 第一段装完这个放到显微镜里 要进行观察一下 左上角有一根线路 通了上面那个电容 我们打一下它的组织 OK正常 接下来之后 我们通电测试一遍 待机电流0.6正常 开机78毫安 来回挑变 OK正常 华为我爱死你的 终于底层修补 线路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通过 安装了SoC的测试 接下来之后 我们安装CPU的内存部分 同样温度33040 用列子轻轻推动一下 就算OK 我们开始测试 电脑电源开机 40 我去 刚才的兴奋 一下子被打到的冰点了 继续放到显微镜底下 进行观察吧 发现了一个电容有点歪 接下来之我们用风枪 把它给拨震了 放大看一下 再打一下它的组织 OK正常 只要不是上面的内存损坏 不然的话 我们还得花钱 再买一个内存 关键是这个内存还不好买 接下来我们通电 开机测试一下 OK200多 300多 正常 装鱼电流没有问题的 华为我依然爱你 现在我们装机来进行测试 紧张的时刻 到了能看到这一步的 真是我的真兄弟 我去 又不开机 接下来我们接上电流 直接看电流的反应 200多 300多 只要再跳一下 就算是开机 OK800多 屏幕就是不亮 我的天哪 修机真的不容易啊 最后请兄弟们帮忙 再点一个赞 鼓励我把这个手机 认真继续修下去 我认真继续修下去 也不应该